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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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喽 大家好 猜猜我手里是什么 是一件我期待了好久好久好久的一个宝贝 有了它之后呢 我拍vlog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 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拆箱 好 现在要打开喽 3 2 1 这东西有点多 先看这顶帽子大家可不可以猜到是什么东西 怎么样猜到了吗 看这里 没错了 就是GoPro GoPr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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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登登登登登登 所以这GoPro呢 我已经想买很久很久了 现在我们打开看一下 现在我手上这一台呢 就是去年刚刚发布的GoPro Hero 6 我们简称这个狗六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这个外包装上都有一些什么 然后这边呢是显示的里面都有什么 有一个GoPro 有一个笼子 然后一块电池 剩下是1234 有四个配件 一条数据线 可以拍到4K 60 1080p 240帧 10米的防水 语音控制触屏 就是这些东西 太激动 手都有点拿不稳 哇 这是它的一块电池 然后一条数据线 两个可以粘的东西吗 就可以比如粘到头盔 粘到什么滑板上 来架GoPro的 接下来看一下主机 我看怎么拆下来 哦 把这个掀起来 然后往里加这个 然后向前推 哦 my god 推 推 吓死我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们的GoPro Hero 6 由于之前呢 没有用过GoPro 其他家的东西啊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的第一支GoPro 真的是 非常的漂亮 啊 这个笼子怎么拆下来 让我看一下 等一下 哇 这个真的挺难 挺难掰的 看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里抠一下 这里还能合上 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当你想打开这个笼子的话 就需要使劲的 扣 扣 抠这里 然后笼子就打开了 接下来就看到了我们这个本体 这个唯一可以区别它和GoPro Hero File的标志呢 据说是这里写的字不同 Hero 6 然后其他都差不多了 刚刚呢 为我的GoPro完成了充电 同时呢 也让GoPro和我的手机做了一个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会到户外 拍一些画面 看看GoPro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外面见 今天天气超级冷 超级无敌了 现在呢 是在这个1080P 60帧 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的拍摄 然后视野选的是这个超级广 Super 然后呢 同时也开了这个稳定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Hero 6 它这个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 现在呢 是这个1080P 60帧 然后呢 我开启开启了这个线性模式啊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剪拍视频的话 那个用广角的话 可能会与其他的视频就是 剪辑在一起的话 显得比较突兀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这个线性模式 今天太不良了你就得改天 告诉大家 现在应该有零下十几路吧 零下20度可能也有 真是太冷了 我的手已经 我的手已经动到通红 中午太冷了 请请往前走 那里上线广场 请准备下注成品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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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这个天气呢 天非常的蓝 但是气温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然后现在拍的这个片子呢 用的就是这个GoPro自带的这个收音的设备 也没有外置这个麦克风 所以大家听到的声音呢 就是它收的这个声音 不知道就是这个声音的效果怎么样 可能会照这个麦克风的效果会差一点吧 因为我之前的相机嘛 配的是那个Rode VideoMicro 我也不知道啊 现在 我现在就是非常的想 我现在呢 非常迫切的想看到这个片子 想看到它这个稳定的效果怎么样 好 我再小跑一转 看看它这个稳定效果到底怎么样 现在测试的是这个 GoPro这个夜间的拍摄效果 现在是晚上的五点半 太阳已经下山了 太阳已经下山了 所以现在呢 是这个晚上的8点 不 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 然后我基本上在外边呢 拍了GoPro在各种情况下的这个使用情况 有这个在跑步情况下的 然后是在夜间的 还有它这个超广角 终端 还有这个线性模式之间这个拍摄的效果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麦克风的效果 然后刚才我在电脑上呢 简单的浏览一下视频的效果 我发现就是这个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我电脑的原因 还是这一台GoPro有毛病 因为就是那个视频 会有那个颗粒的感觉 不论是1080p这个60帧 还是4K的 拍出来的效果呢 都有那种颗粒感 所以我不知道是这台机器的原因呢 还是我 电脑不太兼容它这个格式的视频 所以说 嗯 等一下我可能会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